作为率先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尔中国》 海伦·斯诺的《续星曼记》等作品 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如今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 寻找新时代的斯诺成为关注的焦点 9月25号 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的一场活动上 海伦·斯诺的侄子埃里克·福斯特 在接受中英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时代的斯诺需要聚焦普通人的生活 去讲述普通人的故事 在外界看来 埃德加·斯诺 海伦·斯诺的伟大之处 在于面对被刻意曲解的中共 能忠实记录自己在红色中国的所见所闻 谈及个别西方媒体 如今对中国的布施报道 埃里克·福斯特认为 怀有预设的片面报道 会加深刻板印象并导致误解 竟然煽动本国民众 把中国视为竞争者 埃里克·福斯特说 尤其是中国帮助大量民众 百度贫困 这些都值得对外讲述 他进一步表示 斯诺等一批国际友人代表的 国际主义精神 在逆全球化思潮盛行的当下更为珍贵 他认为中国提出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正是国际主义精神 在当下的具体体现 中一个国家的同一线 和交流 建筑商 均力交易 和积联系 国家は很重要的 中国是正常提起的 當你有好貿易貿易和好貿易,很多時候會幫助使用平衡, 它幫助使用文化交易。 這個《 Belt and Road》是非常重要的, 而它幫助使用不同的國家 使用很多國家的機會給未來的未來。